做家庭购物 快乐生活快乐购 看去 好色 甜美颜 河河海淘 生买嘉宾 火花时间 给你好看 像俄罗坡 你喜欢哪样 比基本电脑 爱炮的他 马尔代夫 普及到双的油 冰箱 彩电 空调 滴滴 经济无处不在 快乐生活快乐购 快乐2008 迪迹177 现在开眼 欢迎进入快乐2008 欢迎进入快乐 这种旧名 快乐的天气 这些今晚是最快乐 大家好 大家晚上好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快乐2008 我们是 何马祖 这里就是 这个三八妇女节了 对呀 全国的女性同胞 祝你们节日快乐 那在这里马车也就你节日看了 就大家都节日 不对啊 好了别想了别想了 现在呢我们马上带大家到世界各地去看看 但是女性朋友们是怎么做 好的 先发布你节的 好的先去哪里啊 先去一个最热的地方吧 最热的地方 非常好热 哈喽美东 哈喽美东 好热情啊 好好玩啊 这个地方我江河不喜欢啊 哇有礼物 还有东西 这干什么 还有吃饭 我们现在呢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这里呢 光光非常的优美 好美啊 女生都好温柔啊 好美啊 我喜欢好温柔 哇 这位美女 请问一下 可不可以把你的小鸡号码给我啊 不要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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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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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回到了我们的中国 中国呢这个好地方 第一大物魔 而且呢 女性朋友是风诗错约 风诗错约 这叫风诗错约啊 怎么是个男的 而且还不算是个好看的男的 女人啊 女人都是他快乐2008啊 男人都在打扫威胁 快去上去播 好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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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快乐 生活快乐都有间公司冠名播出的 没错 可老师啊 既然全世界都在为三八节做准备 我们也应该现场祝贺一下大家了 没错没错 在这里呢 首先听一下我的祝福 好的 我要祝所有的女性朋友们 身材完美化 收入白领化 家务甩手化 快乐日常化 好的 可老师 那我也不甘示弱 我祝大家爱情持久化 好 评调小字化 购物疯狂化 老公偶像化 是的 各位亲爱的女同胞们 三八节快乐 我们今天的VIP观众呢 在这里要告诉大家 我们邀请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女性朋友们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好 而这次机前的各位女士 趁着今晚赶紧参与我们的竞赛 为自己的节日赢得一个大奖 而各位男士朋友们 请大家赶快发送短信 为自己的女朋友 妻子自己的女儿 来拿取礼物吧 好的 我们来看看已经发送过短信的朋友 民事已经开始滚动起来 大家看看大屏幕 各位抓紧时间 因为今次的奖品非常丰厚哦 是的 那我们今天奖品是什么呢 哇哦 我们看到了 是最新款的iPhone Touch 另外还有我们的笔记本 电脑 不管是听音乐 看电影 上网游戏 还是随身携带 都是时尚 又拉轰 是的 出开这些 大家一定要记住一条 提醒一下大家 我们的通关口诀是 我是最拉轰的女人 说正确的那个 我是最快乐的女人 再重复一遍 我是最快乐的女人 我还一直以为 我的搭档是男的呢 好 各位请注意 我们今天的口号就是 我是最快乐的女人 不管是男性朋友 还是女性朋友 打电话进来 因为明天是三报不女诀 所以一定要说 这句通关口诀 抓紧时间 各位抓紧时间 赶快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晚上的 参与方式 你先看 赶快发送短信吧 是的 赶快参与到我们 今天节目当中来 是 还要告诉大家 我们今天快乐 河马的行动呢 也非常的突出 是 不但去到了新的社区 而且呢 我们今天的快乐 河马 一个河马铺 它冲去了武汉 是的 那个轰中的少女朋友 一路 轰 轰中的少年 我都是少女了 她也就管不了 那么多了 是 不过呢 轰中的少年朋友 一路狂奔 现在正在武汉 汉口的西北湖绿化广场 西北湖绿化广场 带着厚厚的奖品 等待各位赶过去 我们赶紧去看一看 去看一下 哇 现场好像在下雨 康云 康云 康云你在哪里 二十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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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个宇宙 正在新宇宙 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是童鱼 那我想问一下 现场 有什么 有什么朋友 告诉我们 我们是在什么地方 湖水 那我们是在武汉 你是什么地方 没错了 就在这个西北湖广场了 好 那我想问一下 你们喜不喜欢 我们的快乐河马 哎呀 你看武汉的观众 还真是聪明 连续问商 就这么有 真的多问题 都可以回答到 马上跑回 我们的舞台现场 快快快 快快 哎 河马 不要摔倒 不要摔倒 快快 去去去 来 跟河马再跑 你们从来没有试过吧 快快 所以 嗯 河马 凭良心讲啊 就是刚刚看你跑步的样子 不得不说一句 你应该减肥了 对 好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 现在的我们就是在 武汉 汉口区的西北狐狸画广场 湖北的朋友们 你们好 好 好 那告诉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如果说你想去欣赏名胜古迹的话 你可以去黄鹤楼 如果你想去品尝美食的话 你可以去吉庆街 如果你想去购买小商品的话呢 你可以去汉城街 但是呢 如果你想当河马骑士 如果你想获得大奖的话 你就只能来到汉口区的西北狐狸画广场了 再说一次 西北狐狸画广场 哎 河马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知道 嗯 明天是什么样的一个节日吗 啊 看你这个打扮照 明天是三八妇女节 为了呢 给所有的妇女朋友一个惊喜 我们决定给大家唱一段河马舞 来 飞飞飞飞 觉得我们跳得好的掌声来一下好不好 没错 看上去我们 我们的这个五次已经是享誉全国了 好了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既然是三八妇女节 即将下来的话呢 我们今天要给妇女同胞们的一个特权 那就是今天来参与我们摇河马的 一定是一位女性 可是呢 你必须要做的就是 带一位男性同伴过来 你可以离我远一点吧 你这样让我 让我很害羞耶 好好好 因为是女孩子嘛 一定要爱护一下 是的 这位女性同胞的话呢 一定要带一位男性的同伴 可以是爸爸 可以是兄弟 可以是朋友 可以是认识的 也可以是不认识的 但是呢 不要带别人的男朋友过来就好了 好不好 好 那另外做的现实呢 就是因为看到了 我们现场呢正在下着瓢泊大雨 所以呢 你要带的就是 一把红色的雨伞 记住我们的街头爱好就是 带一位男性同伴 并且呢 打一把红色的雨伞 然后街头地点呢 就是汉口区的西北湖绿化广场 这里我们准备了很多很多的奖品 说到奖品的话 来河马 让你当一回 当一回奖品女郎好不好 如果说 你在我们现场可以要求 1000个以内的快乐币的话呢 你就可以引起我们的电磁炉 如果说 你可以要取2000个以内的快乐币的话呢 你就可以获得电磁炉加电冰箱 如果说3000个以内的话呢 就可以外加一台 踩电 如果说4000个以内的话呢 不但有电磁炉 有电冰箱 有踩电 还会有柜式空调机 如果是5000个以内的话呢 就会有笔记本电脑一台 当然 如果超过5000个 我们还会送一次 马尔代夫双人游 这么多的奖品 所以呢 赶快来到我们的现场 如果你是前100位的话 你还可以获得 由快乐生活快乐 给我提供的 精美的大品 还有我们的 快乐小狗狗一只 这么多的奖品 这么漂亮的环节 这么美丽的河马 以及这么帅气的朋友 在等这里 你还犹豫什么 赶快来吧 我们等你 是的 所有武汉的朋友 现在可以赶去我们的 汉口的西北湖绿化广场 我今天才知道 我们派到武汉去的是一个 河马美眉 是 很可爱 带了一个蝴蝶结 那你觉得彭宇今天的感觉如何 彭宇今天的感觉就是 反正跟我们的河马美眉很登对 没错 对对 但是我觉得 她的感觉虽然好 但是 比起我们两个呢 稍微差那么一点点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 她不怎么会说 对对对 对着那么多武汉的美女啊 嗯 就是说也不会话 话也不会说 开不了口啊 她就不知道 你人们最爱听的话 都有那些 我知道我知道 你知道 你瘦了 还不够 哦 我错了 你是对呢 不 我也有错 哦 对的对的 你说的永远的都是对的 何老师 除开这几句之外 还有一句 非常非常经典 而且所有 我相信全世界 所有的女孩子 都愿意听这句话 是吗 什么话 接下来我就要向电视机前 所有的女孩子 说出这句话了 来 亲爱 你愿意嫁给我 你也得娶得过来啊 那么多人 我不是没有信心 总相信有一两个会愿意吧 这种中生大事 你不能拿来开玩笑啊 但是今天现场 就真的有人要这么说 就有爱的表白 是的 现场求婚 惊喜马上揭晓 谁会在现场求婚 谁又这么幸福 成为现场的那一个他呢 马上就就到我们今天的 小心就是你 各位 今天我们有三位男士 秘密地来到了现场 在我们精心的准备之下 他将对自己的女友求婚 当然 女生们现在还完全不知情 但说到求婚这件事情 现场观众的反应 是不是太平淡了一点 要求婚了 要求婚了 各位 现场各位未婚女士 各位最近爱情非常甜蜜的女生们 你们要小心了 谁今天将第一个被现场求婚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呢 各位亲爱的朋友 屏住呼吸 不要眨眼 马上有请我们的快乐和马来揭晓 一 二 三 放火 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们可爱的河马 弟弟 已经出现在我们会场的中间 他正在向大家挥手 请大家给他热情的掌声 现在我们的快乐和马目标很明确 他冲向了VIP区 那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女孩子们 是的 他现在呢 走到了第一个女孩旁边 他开始抚摸这个女孩的头发 河马先生 这是你的意中人吗 不是啊 好 那我们来赶快寻找 何老师 他手上拿着玫瑰花墨灰 他在找他的另一半 他就是在找 又看中了一个 是这个吗 河马先生 是不是他呢 又不是 何老师 但是你放眼望去 现场这么多漂亮女孩子 没有一个跟他是同一个物种嘛 那现在河马先生 我们试不过三 希望你可以很快地准确地找到你的意中人好吗 来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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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马先生如果真的是他的话 请你抱住他好吗 啊 啊 请给他抱住了 而且把他拽了起来 好 这位 意外的女生 我可不可以采访你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杨依宁 依宁你从哪里来 就是湖南长沙 湖南长沙 你愿意嫁给一头河马吗 勉强吧 啊 这种事情 还真能凑乎啊 我跟你说 婚姻大师不能勉强啊 这样 显然你对这个河马有点将信将疑 那我们 我问一下 你今天跟男朋友一起来的吗 没有 没有啊 跟朋友一起来的是不是 好 幸亏不是跟另外一个男孩一起来的 各位亲爱的朋友 那么一名的男朋友有没有在现场呢 我们全场来搜寻一下好不好 大家帮我一二三倒数好不好 一 有吗 没有出现呢 他的男朋友到底在哪里呢 一 二 三 请现身 看看依宁的表情 看看依宁的表情 大家注意 我们男生一头的汗 在河马里面套了很久了 好辛苦 大家安静 看来男孩有话要说 最精彩的时刻各位 屏溪期待 屏溪期待 你是我这辈子第一个爱的女人 也将至最后一个 给我个机会 让我成为那个为你遮风挡雨的男人 你愿意嫁给我吗 哇 女生还这么哭了 你肯定想象过无数次求婚的场景 没错 但是没有想到你的男朋友贺炯呢 会套在一只河马里面 谁 你是不是叫贺炯 我相信你一定想不到你男朋友会套在一个河马里面 但是我跟你讲 他的心真的是很真诚 而且为了今天这一幕 他真的准备了很久 所以刚才他虽然这个样子有点滑稽 但是他对你说出的愿意嫁给我吗 这句问话绝对是真诚的 所以请你用真诚的心回答他 他已经感动的落泪了 何老师 是不是想要我把仙方借给他 暂时应该不需要 谢谢 真的非常谢谢 我真的没想到 我觉得 这是我一辈子 起码到现在来说碰到最让我感动 然后最意外的一份惊喜 哇哦 不行 一离花宗全身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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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我们贺炯也有准备一个小小的礼物 什么礼物 是的 求婚怎么都没有这个呢 哇哦 这个浪漫的电视 恭喜两位 在这里要告诉大家 我们的快乐生活快乐 到我们也为你们准备了一份精心的礼物 就是32寸的液晶电视 大家看到这个电视上正在播放 我们伊宁和贺炯的生活画面 希望你们两位呢 从此可以天天幸福的在一起 天天快乐的看电视 最主要是看我们的快乐2008 恭喜你们 好了 谢谢 也祝福这一对新人了 刚刚那一段 揪骂但是令人感动到真的想落泪的对话呢 让本人真的是感到非常非常的嫉妒和羡慕 我相信现场和很多很多女孩子跟我一样 也期待有这样一幕能够发生在自己的身旁 好各位 接下来 谁能够成为第二个在我们快乐舞台 快乐2008的舞台上 向自己心爱的人求婚的男子呢 不要着急 小心 就是你 Hot Music rific ago 好酷啊 每个男人 向今天 心目当中的女神慢慢的走来 不如说 这热脸当中的情感 男女主角已经找到了 喜欢这个女孩子 面对这个扭得乱七八糟的男孩子 现在心情如何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两位吧 男孩子 来吧 你知道我是 我很激动现在 但是我相信 我能够成为这个世界上 唯一能够给你幸福的男人 我爱你 嫁给我吧 来女孩子能答应吗 我愿意 好的 相声爱情的心物 这次已经戴在了手上 刚刚这一幕感人的求爱画面 小马已经用DV 将它永久的保存了下来 好的两个人不要紧抱的 我们 我们节目是直播时间有限 好的 这个DV也要送给你们 当中就记录了刚刚 让你们铭记一身的那浪漫的一刻 记住这次由快乐 生活快乐 要给你们提供的DV 祝你们永远幸福 拿着吧 好的 谢谢 刚才已经有两对幸福甜蜜的碧人儿在我们现场求婚成功了 是 不过在这里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现场还有最后一位幸运的女士会被求婚 究竟是哪一位呢 我们赶快来现场搜索 那一位 那一位 我们看替光灯屏在谁的身上 各位 到底是谁 是的 就是你 是谁 我们能不能切 大屏幕也切给我们看一下 因为我们不知道找到的是谁 我们让所有观众都看到 是他吗 下面有观众是我们的导演 你好 你好 麻烦你起立好吗 他完全还不知情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杜小文 小文你今天跟谁来的 跟朋友 跟朋友 刚才已经发生好多事情 你自己做好思想准备了吗 没有 你最近跟男朋友怎么样 还好 还好 还好这两个字里面有些内容 希望接下来的画面能让你们两个人的感情 比还好 还要好 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你的男朋友 像怎么样 跟你求婚 我们来 放男朋友 小文 我这车强 你看见我了吗 我们从认识到现在已经27年了 在我们恋爱的这段日子里 我没有什么时间陪你 送你的东西很少 可能让你觉得很委屈 这段时间你可能对我有些意见 然后对我失去了一些信心 我一直希望能有一个机会 送一个东西给你 让你高兴起来 但是现在我发现 我最能够给你的 最应该给你的 就是我这一生剩下的时间 我花这些时间 对你说三个字 我爱你 你为大家给我们吧 是不是之前有点小小的别扭两个人 有一点 听到这番话意外吗 挺意外的 他以前流露过这样的想法吗 偶尔 偶尔 那今天他花了这么多心思 你也看到他身后有一个庞大的管学乐队 那事实上他也精心地准备了 和策划了今天的求婚 那当着这么多的人面 你愿意原谅他带给你 或者是点点滴滴的不愉快 记住他所有对你的好 和他现在这份的真情 你愿意说那三个字吗 原谅他吧 他好可爱哦 露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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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意吗 我愿意 我愿意 如释重复 好的 想不想见到他 嗯 想 好 我告诉你 他就在我们隔壁的演播厅里面 那现在呢 嗯 我要给你一个礼物 是我们节目为你准备的 哇哇哇哇 将来你们真正结婚的时候 可能是妈妈 或者是爸爸帮你带着一个小杀 那今天我先来帮帮忙 对对对 然后我再告诉你 大家说 我们的准新娘美不美 他现在是这样的 他就在隔壁的演播厅里 那么请你现在跑过去跟他见面 而我们呢 给你准备了一个非常精彩的礼物 那就是快乐生活快乐 够为你们提供的普及岛的双人豪华游 哇 但是 请注意 只有30秒钟的时间 你要从这里 跑到你男朋友的位置 那么这30秒当中呢 你会沿着一个爱的红地毯 是我们帮你专门铺设的 进你最快的速度超 爱的怀抱跑过去 好不好 好 我先会引导你一段路 免得你迷路好不好 我们大家来一起来倒数 来 一 第一次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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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他跑 加油 小王他跑 好像进攻的彼岸 他朝着爱的回报跑过去 他的男朋友在这里等他 加油 他能够安全到他 我真的很欣慰 这一个文 这一个拥抱 代表了太多的含义 是 他们两个生活当中的 点点滴滴 我们无从知晓 但是这一刻全国的观众 都分享了这份爱的原谅 和爱的甜蜜 祝两位永远幸福 同时呢 也恭喜今天的三对 准新郎新娘 也祝愿天下所有的有情人 终成眷属 祝福大家 大家对于我们今天在现场安排的惊喜 满意吗 满意 快乐2008下一周 又将有新的惊喜要送给大家 但是要提醒一下各位 下周节目将提前到7点30分开始 千万不要错过惊喜 小心 主角就是你 再重复一下 下个星期五的时候呢 我们会提前到7点半钟的时候 向全国现场直播 如果您的身边有好玩的人 如果您很喜欢爆料的话呢 都可以秘密的向我们来推荐 您可以播到我们的热线 07314838217 或者是登陆到精英网填写表格 就有机会到现场和我们一起玩 各位接下来马上进入一个惊悚的环节 名字叫做 河马等着瞧 是的 河马等着瞧 好戏就要上演 是的 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主持人 欢迎他 有请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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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哈喽 今天你不太一样了 今天好像有一点功夫的感觉在里面 是的是的 又是狭路相逢的一次啊 好哥 又一次狭路相逢 请问你今天要来跟我比赛唱歌吗 哎呀 马可 难道你想让我唱 两只喵手 两只喵手 合 tengan 木板一样 拼 拼 鲍 好 keine 你有这么厉害吗 有本事拿出来瞧瞧看 对呀 兄弟们 准备好了吗 还有兄弟 好吗 有两下子 好高好样的 帅 哇那么高能踢到吗 帅子了 好 接下来就到我们好歌来表演了 好歌不会吧 哇 哇 哇 我的妈呀 好歌刚刚那两手 莫名就是失传已久 失头 鸭子宫 小马 我知道你现在心情难以平复 对呀 我也是 他不是开玩笑的 我们需要一小段广告来平复一下心情 我们准备一下不怕你 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大舞剑 好画 这幅画即抽象派 运行派 野兽派 多种风格 好画 好画 这幅画以迅雷不及掩耳倒灵之时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好画 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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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幅画即印象派野兽派抽象派各种画风一一身 而且给观众以迅雷不及掩耳倒灵之时的强烈的视觉冲击 简直代表了一个实在的灵魂 知道吗 没叫不定的 欢迎回来 正在直播快乐2008节目现场 我们马上有请 砍码组合 来 把他们戳走 戳走 你叫我们上来干嘛 不了 我叫我们上来干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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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皮靠馬 沒問題 啊 啊 哇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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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就我走了 師傅你辛苦了 不用謝 哦 鞋皮靠馬 沒問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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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衝不衝 好痛啊 你還要不要 不要了 讓我走出來 好棒 啊 啊 師傅辛苦了 不用謝 回去好好練練 好的 師傅師傅 哎 我們來喝一杯吧 哎 雙皮靠馬 我沒問題 啊 哇 哇 哇 哎 哎 哦 師傅 啊 你辛苦了 不用謝了 乖乖 哎 雙皮靠馬 沒問題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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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啊 哇 哇 師傅辛苦了 不用謝 再見 师傅 接着来 装拼合马 没问题 站稳了 停住 没问题 师傅 来吧 这不太厉害了 来 来 过来 来 师傅 来 来 师傅 我的腿也不见了 师傅 你刚才 你明明是把我都中间劈开了 对啊 我拉的腿不见了 那 看起来我不是上半仙在空中飘吗 哈哈哈 是说要劈吗 那师傅 我们忙了半仙有没有什么奖励呢 你腿都没了 没事别着急 有很多奖励啊 如果我带你去看美女那就拿奖了 很多奖品带你去看美女 有美女 说到美女说走就走 没错 那各位观众奖品是送给您刀 马上一起来看一下吧 走 谢谢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美颜 你好 美颜你好 谢谢 谢谢好哥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谢谢谢谢 一个没有腿的男人你不会嫌弃的 好的 接下来要为电视机前各位观众来送大奖了 大家也看到了 在我们的这个美颜 还有我们的这个好哥的手上 一人有一个礼盒 你打进电话之后 谁要猜中谁的礼盒当中有礼品 OK 礼品就送给你 礼品的内容是什么 iPod touch 各位 想不想要 接下来 事不宜迟 马上滚动大屏幕 我们看看电话号码 可以落到谁的手机上 一 二 三 停 天津 天津的朋友 王璇 王璇 赶快把电话打过去 哈喽王璇 喂 王璇 喂 我是马可 你是王璇吗 马可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王璇 接下来 屏住呼吸 你好你好 记得我们的通关口诀吗 记得记得 一二三 我是最快乐的女儿 没错 接下来 通过第二关的话 Apple touch 就送给你好不好 好的好的 听清楚了 接下来 好哥和美颜 会给你一点点的提示 他们各自都认为 礼品应该在自己的盒子当中 好哥 你先来 都在这儿啊 你相信我 肯定在这儿啊 不不不 不是不是 美颜说 我相信我爸 真的有 好的 不太一样 王璇 请问一下 在好哥和美颜当中 你选择的是 能给我一点提示吗 给你提示就是 这个 iPod touch 肯定在他们两个人之中 知道了吗 剩美颜 能给我一点提示吗 各位 你看看 你看我的胸膛 现在对着哪一边 剩美颜 剩美颜 你选择的是剪美颜 对不对 对 美颜为他揭晓 恭喜恭喜 恭喜 恭喜打算了 王璇 言诺过号 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联络 领取你的奖品 祝你天天开心 继续关注2008 谢谢你 谢谢 好了 我想大家都已经有经验了 接下来接通 第二通电话 大家知道应该怎么样 拿奖品了 一 二 三 听 太原的朋友 刘晓波 小波 赶紧把电话打过去 小波 喂 喂 小波你好 喂 是马可拉 是马可拉 这里是快乐 二里面包 你好 你好 记得我们的快乐 通关口诀吗 我是最美丽的女人 我 这算你是吧 恭喜过关 接下来是第二关 知道 在好哥和姐美颜 手中有一个礼盒 奖品放在谁的礼盒当中 小波 我说姐美颜手中 是吧 你觉得是在姐美颜 还是在好哥手中 在这 呃 呃 谁敢提示 马可拉 反正上一轮是在姐美颜手中 呃 上一轮是在姐美颜手中 呃 看看我的胸膛面对谁啊 所以你选择的是小波 颜美颜 颜美颜 各位 接下来为你揭晓正确的答案 美颜 请把你的礼盒展示出来 给我们的小波看 哦 不好意思 没有 小波非常非常抱歉 你猜错了 奖品应该是在我们的好哥手中 所以 说了 非常抱歉 以后还有机会 小波继续关注我们的快乐 您帮我吗 好的 好的 谢谢你小波 好的 哎呀 辛苦了两位 刚刚拍奖的过程当中 还真的是蛮刺激的 也希望更多更多的 电视机前的观众 能够参与到这个环节当中来 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讲评 在等待着你 大家也许不太清楚 或者不太记得 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 没有关系 再放一遍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记牢了 有请 赶快发送短信吧 好的 谢谢姐美颜 谢谢好哥 也谢谢马可 同时也要 谢谢快乐生活 快乐够有新公司 为我们全程提供奖品 那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要出场的 就是我们超强阵容的 男生女生们了 马上欢迎我们的 男生女生 最热烈的比拼 最帅气的队伍 这里是快乐运动会 男生女生们的青春运动场 首先 有请我们天下无敌的快乐红队 这是一支当红不让的偶像舞舞 带着绝对的青春和阳光的笑容 向我们走来 请相信红队必胜 欢迎他们 接下来是号称 宇宙最长的快乐团队 是的 虽然他们的招矮 千丝不齐 虽然他们的头发 有飞有白 但是他们的可爱 左向心灵 面对红队他们要说 你们输定了 您的观看 将国叫我去朝天后 后代心头 悔休让持久 每一次呼喊就下游 为街后 回首的路后 Hey you do the video Just tell me the reason you know You don't have a damn show I don't want to know I never want to do this baby I don't know if you're the one I don't know if you're the one I don't know if you're the one I don't want to know I'm forever to be the winner And you know what you do Just do it I don't want to know I'm forever You'll be the winner And you know what you do Just do it I want to know Just tell me the world 五十年的追求 不管整个女孩 I want to know Just tell me the world Just tell me the world I want to know 不管整个女孩 I want to know viewer I want to know libraries Maybe えて 著給我 I wanna 前一步站到我们的话筒前面来 马上来给大家介绍我们的超强阵容 首先是我们快乐红队的 余浩铭 张远 核杰 黄亚铭 另外当然还有我们的快乐蓝队了 让我们来欢迎 远杰 黄远杰 安德姆 安德铭 这样超强的阵容为您带来的是我们的快乐运动会 GO 一周不见我们的快乐运动会要开罗了 而今天呢我觉得两队的气色都不错 事实上在我们阵营当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久违的朋友 张远 张远好久没见 大家知道呢 这段时间在韩国学习和陪训 我觉得你好像又瘦了 本来就瘦得不行 现在就更瘦了 因为 好 在韩国因为我们组合在韩国比较辛苦的 就是好像听说每天不断的练唱练舞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没有这个可以把所学来表演一下的 因为就是我们组合的专辑可能在岁月份才会出 所以现在没歌 那现在就是表演一段舞蹈吧 好的 我们来看看张远来表演 演到学习而来的程度 掌声欢迎她 你认识 你认识 我们来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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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 帅 谢谢 好 这一段好像跳得还不是很尽兴 有没有什么刚才很劲爆的动作没有展示的 再要跳一段好不好 音乐啊 我们来轻跳 轻跳 节奏在你心中 来 预备 你可以的张远 请注意厉害的来咯 Yo You know Let's stretch the noise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期待一下我们张远的精彩的表现 相信在韩国所选的最后机会可以彻彻底底的展现在我们所有观众面前 那么再去告诉大家 我们今天的快乐运动呢 快乐运动会呢非常的特别 因为我们会把场地呢搬到我们演播室之外的田径场 在那里举办一场名副其实的百米跨栏比赛 那各位朋友呢可以赶快拿起手机来信开 我们快乐蓝队的编号是1 我们快乐红队的编号是2 大家可以发送1或者2 发送到106695882008 我们现场会抽取五位数的快乐编码 如果您收到的快乐编码的末五位是这五位数的话 那恭喜您就获得了我们送出的笔记本电脑 那首先一开始呢 我们看看两岁的赛前准备情况 一起看 今天我们要做的练习就是跨栏 它就是一个摆动会和起跨栏的动作 起跨栏要折叠 对 接着一个好的关系 从这一边跨栏的另一个栏栏 下面呢我们就开始认识 向左转 超过转 舒服 舒服 这一边跨栏是队友吗 因为那一号名是阵子的 右手右肩跟上去 下一栏 稍微跟上去 一二号华 袁队在前面 一二号华 一二号华 我不行 先回来 等一下 一二号华 完全一顿 一二号华 一二号华 一号华 看我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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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我不想玩 雖然我现在还有点心理真爱跳不过去 但是相信通过我的努力 我一定会跨过去的 和解今天往他等着吧 王云青 这个高度啊 我是可以的 可能你就有点危险 会不会跨蛮 不是选模特 我跟你讲 虽然我不会跨蓝 但是我会跳起 啊 又是呀又是呀 太没有挑战性了吧 我脸 不脸了不脸了 睡觉不脸 太事不够三 这次 你会联系 跳舞 直接 你不行 跨蓝 你也不行 对 对 看我啊 虽然你解释成功 但是 赢的不一定是你 是的 今天在我们的电场 举办呢 是一场非常严肃 非常正规的比赛 所以呢 大家知道 跨蓝呢 是技术性非常强的 这对于我们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今天要进行的呢 是非常正规的比赛 这个跨蓝呢 对于大家的力度啊 这个健康状况啊 腿长啊 就是有一定的要求 腿长啊 好的 现在呢 我们要到外场去 马上准备一下 等一下的田径厂商的会 给您精彩的比赛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 田径厂商见 待会见 我们下了多少年了 很多年 你累不累 你说呢 一千多年前 他们把一份的凳子 怎么还没有更难 这都已经算高出了 千奇万苦 我们终于找到了 兵马俑 兵马俑 你没学过历史 你也有人看面相吧 人家长得这么有细致 我觉得 是 思想者 兵马俑 思想者 兵马俑 思想者 兵马俑嘛 兵马俑 谁说的 他说的 其实 我们是 长江七号 请叫我们七百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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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快乐生活快乐狗快乐2008 我们在节目的时候快乐生活快乐狗有些公司冠名播出的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现在呢我们就是在百米跨栏比赛的现场 而我们的红队和蓝队的队员也已经集结完毕 马上为了他介绍 首先呢是我们的蓝队 齐杰 齐杰 欢迎又齐 王贵 来介绍我们的红队 首先呢是刚刚从韩国回来的我们的 周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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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一下艾萌萌 你跑步跑得怎么样 呃 其实我惯有运动白痴的成好 所以我的跑步基本上能够及格 哇 大家已经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现场呢是非常的有专业的感觉 那因为运动白痴站在我们这个跑道上 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愧呢 而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规则 事实上呢我们是一百米的这个跑道的距离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十个篮要跨 看看我们每一队是四位队员是分别来比赛 最后是累积大家的成绩 秒数比较少的那一队就获胜了 而这个时候呢我看到我的好搭档在百米跑道的尽头 是我们的麦可 看看马可 你在那边感受到我们比赛的气氛了吗 何老师 在时此刻 我们已经感觉到一股强烈的小宇宙扑面而来 哇 现在我们大家还有我身后的这些同学都迫不及格的想要马上看到快乐红队 快乐蓝队的非常精彩的火拼的场面 而且在这里呢要向大家报告一声 现在我们的快乐红队和快乐蓝队 他们的比数是三比二 快乐蓝队呢稍微落后一点 那么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快乐蓝队是否能够迎头赶上 而我们的快乐红队又能否保持他们的优势 我们大家在这里拭目以待 在这里唯一可以确定一点的就是为了荣誉 我们的快乐红队和快乐蓝队的每一位队员都会拼尽全力 相信在今天我们的赛场上一定是火星撞地球 加油啊 加油 那这个时候我想给大家汇报一下 虽然已经是春暖花开的季节 但是此时此刻的长沙的夜晚呢还是有一点寒冷 而这个时候我们现场还是聚集了几千名的热心的观众和歌迷朋友们 他们是来为我们的快乐运动员加油的 现在来听听大家热心的呼唤 给他们加油好不好 3 2 1 来 是的是的是的 恍然间好像08年奥运会已经提前在这里举办了 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们的我们红蓝的对抗马上就开始了 今天运动会派出的第一组的阵营 我们的蓝队呢是集结出阵 而迎战的是我们红队的张远 两位请就位 这个时候呢我们给他们一点点热身的时间 给大家介绍快乐 红队的张远 身高1米81 体重74公斤 个人最擅长的运动是蓝球和常好 由于前段时间在韩国集训 所以呢每天都会进行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健身 所以现阶段他对自己的身体素质是非常的自信 而蓝队派出的队员是集结 他身高是1米85 体重76公斤 继集结自称他是一个全能型的运动员 虽然学校运动会的每一个项目都可以看到他矫健的身影 但是从来没有也完全没有拿过任何的名字 所以这样的一场比赛真是令人期待 好的比赛现在马上开始 两位请在跑道就位 隔几位 几位 加油 几位 几位 加油 现在已经放慢了脚步 好 恭喜季节 季节第一个率先 冲入了我们这个跑道的终点 现在我们看到面前的成绩 季节的这个成绩是20秒55 而我们张远的成绩 稍微落后一点点 21秒78 好的 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们这个时候来看一下 刚才是我们红队稍微落后一点 余浩铭一直在重复着一个 这个很不敢相信的一句话 不会吧 不会吧 是不是有点这个成绩有点让你意外 没有我觉得张远应该 人间状态不太好 所以季节是不应该赢他的吗 不是不是 可是人间季节特别好状态 然后他腿比较长 OK好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我们极佳上场比赛的两位 已经愉快地交谈了起来 两位刚才已经有一位爱莫蒙小姐 是自称运动白痴 而这边和谍 从我们快乐运动会一贯的表现 我们对她也不抱任何的希望 怎么样 季宝宝对于跑步来说 有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炫耀一下的成绩 我觉得我还是去跳舞吧 还是跳舞比较好对不对 那我觉得还是应该这个今天努力的跑 好不好 两位请到前面去就位一下 热热身好不好 好 两位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两位运动员的情况 我们快乐红队的和谍呢 身高1米75体重45公斤 这次的项目呢 对她来说挑战非常大 等一下等一下 何老师 身高1米75的是哪位 这是我对她美好的愿望 其实是1米57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我们艾蒙蒙的情况 身高1米60 体重44公斤 看来她和杰宝宝一样 运动神经的不是很发达 跳远是跳不停沙坑 跳高是只能从杆子底下钻过 所以呢 我必须很负责任地跟她宣布 这是一场势均立即的较量 下面我们请裁判 有请您 何机位 两位加油了 何机位加油了 一位 何机加油了 何机加油了 两个人的动作虽然不快 但是非常的默契 我没有看错吧 何老师 是的 是因为太远我眼花吗 没有 从我这个角度看来也是这样 史上最优雅的跨栏 正在您的眼前上演 而且我们注意到何杰呢 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爱好 他跨栏的时候一定要转一圈 所以也许他到终点的时候 会有些许的头晕呢 这个时候如果家里有茶水的朋友 可以喝一杯茶 相信当您泡完江湖茶回来之后 我们的两位女选手并不会到达终点 现在他们已经只剩下最后一个篮要夸了 刚刚张远和机械的成绩20两秒 然后现在 萌萌和和谐两位的成绩 已经突破了40秒 OK 45秒 OK 萌萌第一个突破了终点 接下来是和谐 现在我统计一下现在的成绩 萌萌的成绩是45秒 36而和谐的成绩是46秒74 那通过累积之后 快乐红队的成绩是1分05秒91 而快乐蓝队的成绩是1分08秒52 好的两位请到这一边来 来 萌萌和谐 对于刚刚的表现 自己感想如何 Very good 请问一下 刚刚那个跨蓝的姿势 是自己凭空想出来的 还是有高人值点 好嘞 好了 跨完蓝之后 杰杰现在的思维逻辑 可能稍稍有一点混乱 因为毕竟是高长度的训练 好 萌萌 请问一下 对于自己刚刚的表现 评价如何 相当的酷 相当酷 然后刚刚你稍微领先 这个和谐一点点 请问有什么制胜的法宝没有 告诉下面 即将要参赛的队队员 就是当跨章结束以后 才是真正的比赛 意思就是说 最后一个篮跨过了 才是真正的在跑 太棒了 何老师 你那边听到了这边总结的经验吗 我们听完之后 深深地为两位女生感到脸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另外的两位女生 马上就要上场了 这边有 已经正在发呆状态的黄雅丽 和我们这边 正在积极热身的安又齐 雅丽加油 安又齐加油 雅丽 我想问一下 刚才和谐的这个招数 有没有给你提供一些启发 有启发 不 你要选好 有启发 有启发 就是我不应该那么 对对对 好嘞 那这边我们的爱梦萌怎么样 今天有没有信心 我们的安又齐 对不起 天气太冷了 安又齐怎么样 有什么样的感觉 对不对 我觉得 无伤跑过去 应该会身体比较幼 没有三天就这么冷 好的 那现在呢 给你们一个最重要的建议 就是跑的时候 脚步一定要稳 因为现在跑道真的有一点滑 好 两位请就位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运动员的情况 首先是我们快乐蓝队的安又齐 快乐蓝队的安又齐 其实身高165公分 体重45公斤 他个人的运动爱好 竟然就是跑步 而且因为经常跳舞的原因 他们的柔韧性是相当好 所以是自信满满 而至于我们快乐 红队的黄亚历 身高1米61 体重46公斤 没有任何擅长的运动 最讨厌的就是跑步 生活当中唯一的锻炼 就是减肥 唯一会做的运动 就是裹上保鲜膜 在跑步机上跑上一会儿 好 现在两位已经 各就各位了 裁判老师 几位 几位 加油 加油 一身之间把他冲出去了 他跨过第一个篮的时候 显然停滑地有一点问题 而安又齐这个是稳扎稳挡 讲句实话 现在黄亚历的跑步 他的跨篮动作还是比较专业 他一秒钟保持三步一篮 是 那这边 安又齐这边也不错 他是左右开工 好的 最后一篮已经跨过 最后的数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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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的 稍微领先 第一个出过了终点 安又齐紧随起后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总结出来的成绩 好的 看来跟上面两组女生的比赛状况 完全不一样 两位的跨篮方面看来是有一定的天赋的 那现在成绩来在总结当中 首先我们来采访一下两位 之前没有任何这方面运动的经验 对吗 又齐 没错 今天上午再开始练习 然后刚刚看到你有左右开心 只是因为平常跳舞跳的很多 所以柔韧性特别好 对不对 还好 其实 我是想每一步都用右脚先跨篮 可是跑到那的时候 一直感到来不及 发现有时候算错了 对不对 这一点呢 我们的这个亚历就做得比较好 前面五个篮左右的基本上 基本上可以保持三步一篮 亚历之前肯定是有接触过跨篮这项运动 对不对 没有 我总 就是刚刚灵机动向出来的招数 对不对 所以我就是尽量来就回去的时候 想要动作好看 跨篮就这么做不了了 OK 就是因为想要动作好看 所以呢 居然歪打正着 找到了跨篮的秘诀 这一点就太厉害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大屏幕 我们看看这个最后总结出来的成绩 到底是多少 黄亚历安右棋的成绩 黄亚历的成绩 是23秒70 而我们的这个 安右棋的成绩是23秒91 两个人的成绩基本上不相上下 不过呢 我们的黄亚历有微弱的优势 快乐蓝队要加油了 现在呢 蓝队这边呢 是稍微差了三秒钟的成绩 所以呢 现在最后的压力呢 其实就放在我们最后的两位运动员身上 给大家介绍 我们的最后一棒是 余浩铭 接下来我们的 王月鲜 大家看到呢 两位小伙子现在已经是短打巴 准备要上阵了 两位可以热身一下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最后一组运动员 快乐红队的余浩铭 身高1米80 体重63公斤 他擅长的运动呢 是羽毛球篮球和游泳 曾经是学校自成100的接力赛的阻力 每天呢会做50个火车 和50个仰卧起坐的算链 而我们快乐蓝队的王月鲜 他的身高已经从1米73 涨到了1米75 1米60公斤 他是风靡全校的运动健将 以100米400米的接力冠军 而且非常的有肌肉 好 各位 两位已经就位了 让我们祝他们好运 同时呢也可以揭晓 今天比赛最后的成绩 好的 阿坦老师麻烦您 几位 注意安全两位 几位 好的 现在两位都非常地快 王月鲜你先一点 而且好名呢 也是个赵文大的集中后面 王月鲜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 充分地发挥了自己 弹票率惊人 这一强项优势 好的 那么到了最后 好的 王月鲜就跨跑最后一个栏 直接冲下终点 余浩鲜 漂亮 好的 各位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两位今天跑出的成绩 也是今天赛场上面最好的两个成绩 王月鲜的成绩是17秒40 余浩鲜是20秒34 那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分数统计系统呢 正在统计分数 待会呢 我们就会知道最后的结果 月鲜 怎么样 今天感觉如何 还可以 因为怕蓝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专项 但是刚刚看你啊 其实如果稍稍加一些压蓝的动作 你的动作会更快 直接跳得过高了一点 对不对 也就是说这个蓝 蓝如果说再升高一点点 其实你也不会害怕 浩鲜这一边 浩鲜事实上压蓝动作做得特别好 但是为什么到了最后 还稍微的落后了一点点 我觉得我跳太高了 你也跳太高了 太高了 然后落地的时候特别慢 所以通过这次的比赛 大家总结出了足够的经验 在下一次的赛场上面 一定会有更加出色的表现 谢谢两位 好的 请到这一边 各位 现在非常非常紧张了 最后快乐红队和快乐蓝队 两组的分数总格到底是多少 现在还不得而知 我们看到了快乐红队 我回来了你一点的不惊喜吗 是的 你比他们都快啊 而且我是用很优雅的方式 走过了百米的跑道 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 汇报一下最后的成绩 首先是我们红队的成绩 四位累积起来的成绩是 1分52秒56 好的 我跳了 现在快乐蓝队的成绩 非常非常重要了 它直接会影响到 本次比赛的结果 为大家报告一下 快乐蓝队的成绩是 1分47秒32 获胜的是我们的蓝队 恭喜蓝队 恭喜 好 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们来注意一下 我们今天呢 最后获胜的是蓝队 所以现在占评了 3比3平 追上来了 恭喜快乐蓝队 对 而这个时候呢 我们赶快请我们快乐蓝队的队员 为我们抽取今天的快乐编码 好的 请三位来帮我们喊321请 123 请 好的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快乐编码了 那么各位亲爱的电视机前支持蓝队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收到的这个快乐编码 和我们屏幕上显示的一样的话呢 那么在这里恭喜您 今天就得到我们的笔记本电脑大姐啊 它实在是太开心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一定要用一首歌曲来代表一下 现在激昂的心情 好的 我们听听看是哪首歌呢 OK 这首歌曲由好歌带来 名字叫做生命是爱 我们欢迎好歌 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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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心里 在我的眼里 那是我的爱 在对你诉说 在你的心里 有一个声音 我能听得见 你远去的心 我们一起走到这里 在我口气 何必太乱远逸 当你转身那一瞬 凝固我冰冷声音 你是我不能 成熟知情 在我的心里 埋藏着记忆 那是你的爱 成长的回忆 成长的回忆 你需要既然 你需要既然 那我爱你 Come on, The Bunker Man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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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Yeah, oh, oh Yeah, oh, oh Yeah, oh, oh, oh Yeah, oh, oh, oh I love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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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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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you 谢谢大家 然后我们会给两位150秒钟的时间 两位在这150秒当中要找到观众 并且对上我们的通关秘诀 那就是我是最快乐的女人 马可重复一遍 我是最快乐的 听明白了没有 我是最快乐的女人 非常简单的口号 如果你可以拿到大奖的话 知道大奖的内容吗 对 那我们的大奖就是我们的笔记本 接到一头 是的 那么每位朋友请注意了 你们的语言一定要尽量的减短 而两位谁在150秒的时间里面 找到的观众多的话 那那一位的实名幸运观众统统拿奖 所以要多多加油了好不好 是 首先呢就有请美颜来 我先 对你先 然后我会帮你好不好 因为这方面我比较有经验 然后美颜你先说一二三 然后我们开始抽取这个幸运观众 好吗 我们号码滚动起来 一二三停 好出来了 首先我们要打给唐山的董雪 好 要记得拨铃啊 好不好 来 预备 计时 开始 加油 来 好 这边我们第二路 我们打给广州的江雪 哇美颜好味的电话 速度相当的快 没错 董雪的电话已经通了 你好 解图 你好 喂 我是美颜 你是董雪吗 是啊 好 来 对口号 我是最快乐的女人 你是什么 我是最快乐的女人 好 成功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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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已经送出去一步了 你是广州的江雪吗 我是 孤芝是什么 我是最快乐的女人 对了 快来 快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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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的对手很厉害 好 这边我们打给 刚刚是打给潘之花的杨远之 现在播给嘉欣的李娇娇 好 杨远之已经通了电话 希望赶快吃 赶快吃 远之快吃 远之快吃 远之 喂 你是杨远之吗 对对对 孤芝是什么 这个我是快乐女人 谢谢孤芝 孤芝 先找一个对手 好 看李娇娇在不在线上 算你很 娇娇 嘉欣的李娇娇 好 OK 换一个 现在我们打给南京的 南京的 吴天书 何老师支持第几个了 这已经是接通的第三个 已经接过了 很厉害 很厉害 好 这边我们打给辽阳的 来 打给辽阳的 来请过 下一个 零四 喂 等一下 天书 你是吴天书吗 对 来 等一下 口诀 口诀是什么 我是最快乐女人 对了 恭喜恭喜恭喜 我们现在打给辽阳的 陈翔 陈翔 九 六 好 这边 这边 我们再来打给柳州的孙佩佩 哇 美言好冷静 喂 他已经自个了 现在是第五位 喂 喂 陈翔快接电话 快点 喂 佩佩 柳州的佩佩 柳州的佩佩 喂 口诀是什么 口诀 口诀 喂 口诀是什么 快出口诀 追 我是追 什么女人 追 喂 我是追快乐女人 我是追快乐女人 因为你是在这个时间里面接通的 如果你说出的话 我们也算哦 口诀是 追求梦想 追求梦想 好吧 你追求梦想去吧 希望你可以实现你的梦想 好吗 不管怎么样 谢谢你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 经过统计过后 我们的节目一共接通了几路 在150秒钟 五个 好 好 接下来看你的了 你的对手很强劲 他在150秒之内 接通了五个电话 所以 好哥 接下来 祝你好运 三二一停 由你来发令 先说三二一 三二一停 好嘞 接下来 接下来 接下来出来了 预备 打给深圳的钟丽梅 计时 开始 加油 斯波林 好 我帮你播这边 让他自己播 只能一人参赛是吗 好 这边 打给贵阳的邹玉梅 是柏林 好 OK 没关系 来 喂 你好 喂 你别搞乱马可 这个不行 喂喂喂 你别搞 真的是假的 喂喂喂 口角是什么 丽梅 是钟丽梅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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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赶快 收口诀 收口诀 啊 我是最快乐的女的 耶 恭喜 接下来第二路 我爱你 我爱你 好 爱你爱你 好 贵阳贵阳 赶紧赶紧 现在打给我们贵阳的 嗯 来这边我帮你处理 好 追追 这边 狼房 李嫦娥 好 这边是打 贵阳的这位朋友 喂 喂喂 听到声音没有 听到声音没有 哈喽 喂 喂你好 我是嫦娥 请问哪位 拨到我的电话 喂 怎么还没有 呼通呢 哎呀好 这边这边 嫦娥吗 是嫦娥吗 我是最快乐的女人 你是最快乐的女人 不管你是谁 你是贵阳的 周玉美 还是嫦娥 我是最快乐的女人 你才出话 好吧 左而言之 通了一路了 继续继续 还有时间 快快 你得到我们的 别去把电脑 因为我们的水不干年了 加油加油 我帮你 好这边来 好现在我们时间还有40秒钟 不要着急 马可你播给的是谁 杭州的方颖 这边我们 来我方颖 方颖接电话呀 现在我帮 帮我们的好歌播给 这边已经播出去了 不满你说 我刚才也帮他播通一个 他直接 方颖接电话 请他安静 我们听不到了 谢谢 是方颖吗 是方颖吗 是的 口诀 口诀 是我最快乐女人 恭喜 好 喂 喂 喂 时间已经到了 对 所以通过刚刚激烈的比拼之后 两位的成绩比数是多少 何老师 好 两位呢 是5比3的成绩 你是四共的徐兰吗 你是自贡的徐兰吗 徐兰你好 徐兰你是自贡的徐兰吗 我是徐兰 我是徐兰 请问有什么问题 好 我们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希望你是最快乐的女人 好了 现在我们的情况已经很明确了 刚才呢 通过我们的比赛呢 好歌是在150秒钟内 接通了三个非常厉害 而我们的姐美人呢 是接通五个 恭喜美人 所以呢 要首先恭喜我们好歌这边的三位观众呢 可以拿到我们快乐生活快乐给我们提供的笔记本电脑 是 而我们姐美人刚才抽出的那十位 因为他领先 所以十位 通通拿到我们的笔记本电脑 恭喜 一次十台 恭喜 好的 谢谢了 那么今天我们现场大奖和热线大奖已经和盘拖出了 还有最大的六级大奖正在武汉汉口等待着大家 是的 我们的快乐河马已经来到了武汉 不知道我们武汉的朋友摇河马的水准到底怎么样 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彭于交给你了 彭于 2 1 拜拜 是的 这里呢 就是汉口区的 汉口区什么地方 是的 从这里呢 已经聚集了来自武汉各个地方的所有的观众朋友 在我放眼看过去 到处都是雨伞 好像地上吵了好多蘑菇一样 谢谢你们 那现在呢 我发现啊 虽然武汉很大 可是我们武汉的观众朋友的速度真的很快 一下就聚集了 100对观众朋友 并且是男女搭配的 好 恭喜你们呢 以及可以获得有快乐生活快乐狗提供的 金美大米一代 以及快乐小角狗一支 接下来呢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 一对比较特别的搭档 就是这一边 大家看到 就是 这位女孩子 她把她的爷爷找回来 成为了我们现场 年龄悬殊最大的一对组合 你们好 大爷你好 你好 那个您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康然 哦 那小姑娘呢介绍自己 叫邱佳妮 从哪里赶过来的 桥口 桥口啊 那 从桥口到这边多长时间要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赶过来哦 那好棒哦 看完直播 直接赶过来对不对 对对对 从无仓过来的呀 知道 明白了 好 明白了 吃到了 大家都很不容易 对不对 待会呢 找我们导演报销第一次费好不好 好 完了 他要亏本了 好来来来 河马上来 现在呢到了我们最紧张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就是我们要从现场 一百队中间抽出我们今天的河马骑士 来参与摇河马的环节 赢取我们的奖品 来 河马 我们的河马稍微行动有点不方便 对 哎呦 是来来来来 乖 好 来 现在呢 就要开始抽取 来 来 摇动一下 稍微摇动一下 多少号呢 究竟是 一 二 三 八十三号 八十大那里面 哇 来来来来 请迅速到我们台上来 八十三号 哎呀好吵啊 明天三八妇女节 她们是八十三号 好的 八十三号的观众 来 我们用掌声来祝贺她们好不好 而且我发现最有特点就是 这位男士跟我们的河马的体型 好像还蛮般配的 对啊 来 介绍自己 你好 我是 姓什么 贵姓 人位姓吴教会 好 吴小姐 那你呢 姓杨 叫沐一 杨伟雄先生 哦 杨伟雄先生 你好你好 是 那今天的两位是 呃 请问两位什么关系 莫关系啊 夫妻 夫妻关系 那这样好不好 来到这边 想成为河马骑士 必须要经过我们的一个考验 明天是三八妇女节 有什么 想对自己老婆说的吗 呃 用我的老婆越长越漂亮 越来越年轻 好 但是呢 我相信的观众呢 肯定还想看就是 当年他们 我们的男士 向女士求婚的时候 说的那三个字 是不是 用武汉话说 老婆 我爱你 嫁给我吧 哇 呦 好甜蜜呀 是的 那既然这样的话呢 我想说啊 呃 除了这个 我爱你送给她的话 是不是要把这些奖品要送给她 对对对 一定要送给她 那待会摇河马 你是选择自己摇 还是请你老公摇 我老公摇 因为他很健壮 所以拿摇 已经看出来 他很健壮了 好 以最快的速度 跑到我们的摇河马去 请 快快快 是的 那我们的现场 这两位非常幸运的河马 其实能不能要求我们大奖呢 拭目以待 我太期待看他们表现了 我相信你也是的 一段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哇 都几千年了 还没有找到对象 急死我了 我也是啊 我的要求很高的啊 男女不限 贫富不限 财富不限 IQ不限 身高不限 一种不限 什么都不限 不限不限 都不限 来人了 这个地方有蛮冷的 这算什么了 我上次去的那个地方更冷 它连拉筑的火焰都被凝固住 我怎么吹 都吹不变 那算什么了 我上次去的地方那才冷 真的 这地方冷得 花从嘴里 是我出来就变成了逼余脱脱 我逼去放在油锅里 就把它砸着花开了 我才听着呢 他说的是什么 哇 就是他们了 有个性 我喜欢 欢迎参加快乐2108 转信互动 移动连通小离通 发送6-1066-9588-2008 答题就有机会 参与现场设计划连线 实施数码上机 手机 和20台体系的电脑 等你来拿 移动连通小离通 发送1或2 到1066-9588-2008 计划正确 请得到订阅号码 就会刷你 烈红体系本电脑 赶快发送短信吧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观众互动节目 快乐生活快乐购快乐2008 我们的节目呢 是由快乐生活快乐购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 那么快乐购公司呢 在三毛不女节期间推出了 好好爱我 快乐女人节的活动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多多关注 好的 那刚刚快乐和门呢 已经找到了今天的和马 其实是一位杨大哥 对不对 杨伟先生 杨伟先生 六个等级的超级大奖 他到底能够摇到多少 我们都很关心 马上来看 武汉 我让大车鱼弹咬河马 要处了一个电视机 要处了一个电饼箱 是的 今天的幸运 全部降临在我们的无杀人身上 而此时此刻的我们的河马 正在面临 这开创以来最大的一个沉重量 那就是我的杨伟雄先生 哇 好了 哎 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觉得今天你能够把多少奖品拿回家 五千以上 五千以上 好 第二个问题 此时此刻你看着我打着雨伞 跟你老婆在一起什么感受 好难回答 这样好不好 我相信此时刻你应该非常非常激动 对不对 对 用一首歌曲来代表一线的亲情 来预备开始 妹妹你坐转头 哥哥在什么上摇 太开心了 好 现在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开始了 我们倒数几十 五 四 三 二 一 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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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五千就出走 哇 好厉害 天呐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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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心碧天 像下雨一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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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他五千 现在已经突破四千了 马上就快五千了 五 四 三 二 二 一 停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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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我不得不把这个板子举起来 好厉害 好厉害 我要很开心的 来 告诉你就是 从我们摇合马环节开始 现在是第一个观众 可以获得 电磁炉 冰箱 彩电 空调 笔记本电脑 以及马尔代夫 双人游 祝愿你们夫妻可以在马尔代夫 尽情的开心 好厉害 好厉害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告诉各位 看到他们这么幸运 看到他们这么开心 你也想对不对 那我要告诉各位了 下个礼拜我们将去到成都 成都的观众朋友 我们来了 拜拜 谢谢 谢谢 谢谢风雨当中的彭雨和我们的河马 也谢谢幸运的武汉 只是一个金币 多一个 于是我们的这个杨伟雄先生和他可爱的妻子呢 拿到了所有的大家 恭喜你们 下一站的成都一定要做好准备哦 是的 希望幸运同样也会降临在成都 没错 下一个节目 谢慕 表演者马可 等 等的就是我何炯 谢谢 好吧 开始 我再来 再给我一次机会 掌声和欢呼声是有了 但是这个时候应该对面有人对歌才对啊 应该有反应才对 可能是你的问题 怎么可能是我的问题 站远一点 我来试一下 你试试 都说要你站远一点 我来试一下 你试试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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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是杜海超 但总比没有好吧 对啊 这个女孩子声音好man哦 哈哈 好了 马可不要往心里去 这就是你的人生 好吧 我们开始羡慕吧 音乐 起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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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来羡慕 嘿 飘飘落 下边整个鸡子和人类 飘飘落 好歌唱歌很好听咧 飞飘落 飞飘落 今天把别人跑多了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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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个天王家里也别 空空暗有期间 嘿 嘿 嘿 为什么我在这里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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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我和你一样相当天 我看它自己的总是 我看它自己的奸心 嘿 我看它外面我看它们 有机会的也不想 我看它自己的一个人 嗯 我看它自己的一个人 我看它就是 你 我看它是 應該要看它 我看它是 我看它是 每个球都不能伤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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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阿里迪把甘累 嘿 大家一起在街路里 嘿 让我 每个球都不能伤累 嘿 让我 每个球都不能伤累 每个球都不能伤累 快乐阿里迪把甘累 嘿 上上天不停的甘累 嘿 让我 快为世界进行周围 快乐阿里迪把甘 tremend 可能伤累 new year için来就js 快乐阿里迪把甘累 嘿 让我 每个球都不能伤累 嘿 让我 每个球都不能伤累 прич code都不能伤累 快乐阿里迪把甘累 嘿 让我 每个球都不能伤累 快乐阿里迪把甘累 我觉得责步都不能伤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